中国大陆 就像老师我们上一次录影的时候 有聊到 老师觉得说白纸运动 其实就让中共政权有一个下台阶 所以就加速了解封 而且它解封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从之前20条失调 然后到后来12月26号 直接就宣布全面解封 就等于入境的时候 就是核酸筛减的部分也不用 然后隔离也不用 变0加0直接用调的 那可是当然中国大陆 可能就会面临一些 例如说退烧药不足 医疗部分的一些相关问题 那老师觉得他们这样子的 政策策略跟步伐是好是坏 或者是有哪些再调整会比较优呢 其实中国大陆这次的解封 是让太多人都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在白纸运动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说 这个是天安门的翻版 大陆可能会发生动乱 结果没想到它居然会变成 大陆解封的一个起点 所以后来我还看到有人猜测说 这根本就是个阴谋 就是中共为了要解封 故意搞出一个白纸运动 作为一个下台阶 然后它就可以顺利成长解封 不过我想这样的推论 是有点强词夺理了 我认为就是大陆解封 受到白纸运动的影响应该是有 而在中共的这个高层 在观察这个形势的时候 它的判断就是逐渐趋向于 就是它应该是不需要再守这关了 为什么不需要守这关呢 一方面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感染情况 已经慢慢失掉控制了 譬如说我们在那个之前 已经看到郑州的这个鸿海厂 已经开始工人在四处逃窜 有很多上海啦北京都开始有很多地方 它的这个确诊人数都在增加 这表示呢 它过去这个清零啦 这个严厉的这个区域的 这个封存的这个方式呢 好像是已经走到尽头了 好像潜力气雄了 没有办法再应付这个情势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们的高层研判就是 新冠病毒走到现在 好像它的杀伤力减弱了很多 它可能感染得很快 但是重症啦 或者死亡率都降低很多 从这个多项的这个研究结果来看啊 这个XBB的这个进化分支呢 它脚最开始发现了这个原始株 和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些VOC啊 就是这个关切变异株 像这个Delta变异株 和奥米克隆的这个比较靠前的 这个早期发现的一些进化分支呢 它的这个免疫逃影能力是明显增加的 这也导致了像美国呀 这些国家呢 这些传播优势呢 呈现一个明显增加的趋势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报道和研究来看呢 并没有观察到 感染了XBB系列变异株的这个患者呢 它的重症和死亡的比例呢增加 也就是它的致病力并没有发现的明显增加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觉得如果他现在呢 不再勉强 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去清零去净零 或许呢 他可以放开手 让更多人呢 因为群体感染 而群体免疫 所以他开始走这步棋 所以你可以从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 这个国卫会 他们的这个发言 可以看出来就是 他把这个新冠病毒 你再这样等 甚至连名字也改了 从新冠病毒 改成新冠感染 要把它当成流行性感冒来看待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等于是他决定 让中国大陆 跟全球其他国家一样 全面解封 然后群体免疫 利用这个走完 这个疫情的最后一段路 孙老师觉得他这样的时间点好吗 有些人当然是说 因为全球都已经在解封 再加上他的死亡率 就是BA5的死亡率本来就比较低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点 可是当然也有人说 因为现在是流感的耗发期 其实就已经很严重了 那你同步这个时候解封 然后再加上 中国大陆1月7号 就是大规模的春运 就是地表上最大的移动 要开始了 所以这个扩散的速度 就会更快 今年春运从1月7日开始 到2月15日结束 一共40天 与往年相比 今年春运 人流高峰 与疫情高峰叠加 是近年来 不确定性最多 情况最为复杂 困难挑战 最大的一次春运 初步分析研判 春运期间 客流总量 约为20.95亿人次 所以老师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我认为 当他决定解封之后 这个疫情的发展 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了 他等于是脱缰野马 自由在奔走 而他的自由奔走的 这个速度之快 也朝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非常的悲观 说每天大陆 有多少人死亡 火葬场都挤满了等等 但这种现象 在很多地方 已经过去了 比如说抢药 抢布洛芬 抢退烧药 抢到现在 有些地方 布洛芬没人要了 因为 需求减少了很多 攻击反而显然太多 这个现象就表示 这疫情的快速发展 使得中国大陆 它的群体免疫 比我们想象的时间 还更快到来 从国家为基本单位的 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很多的省份 都已经是达到了高峰 甚至有些出现了 下降的趋势 如果说我们很多 过了高峰这一块 再通过冲击的流动 引起比较大的 什么第二波 或者第三波 这种概率不排除 但是概率比较小 G19它也不会太大的一个 波分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它的心机要 恢复呢 也就更快了 所以现在看到 就是在北京 有很多人 恢复正常生活 接上人满为患 大部分的这个 大多事 可能都已经 慢慢恢复正常 所以变成是说纵使 他们现在抱持的这个方式 就是所有的生活 就是正常化 纵使是这个春运 整个大规模的展开的话 老师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 是说致死率其实不高 那就把它当成流感 那春运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就是正常 然后就是比较多人 像感冒这样子 然后快速的 让大家达到 利用春运加快 它的这个感染速度 也许更快让这个 这波疫情就过去了 因为像有人说 就是中国大陆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会造成很多 缺工的情况 然后他们的经济活动 也受到一些打击 那他们需要缩短 这个期间 所以他们希望说 能够在过年前 或者是说甚至是 慢一点在 三月的两会之前 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报道是 大陆很多工厂 大概八九成都已经 恢复正常的运作了 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可能都已经发生过了 都已经回到 比较正常状态了 所以我想不会拖到 三月两会期间 很可能在春节这段时间 可能这个高峰就过了 先生老师觉得 这样子的速度的话 对于他们经济能够强谈 或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 他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强谈 因为如果像过去那种 半吊子的 这个解封半吊子的静零 他会像拖死狗一样 一直拖下去 他现在等于是快到展乱 就干脆 我既然控制不了 就干脆放任他 让他一次就发作完毕 所以我想可能很快的 可能不用到二月份 大概一月份可能有很多 这个经济的活动都恢复了 所以那像2023年的话 中国大陆在经济金融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好的展望 或者是隐忧吗 因为去年的机器太低了 所以今年如果他的动能恢复的话 他的成长率 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所以5.5的估计 我觉得是合理的 那有什么样是 大家要小心或注意 或者是会影响到 就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吗 在全球一片 这个抽云产物里面 这边可能是唯一的曙光 所以你说影响的话 这个影响可能是正面 那房地产的部分 他们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呢 房地产 我最近看到消息是 连恒大都已经在 努力处理它的这个段位了 它努力在保交楼 它想办法就是用它的权力 让它已经开工的这些 这个住宅都已经可以完成 所以如果连恒大都能做到的话 我想整个市场情况应该就是 慢慢进入一个可以控制的状态 目前看起来 中国大陆在各项指标上面 可能都是往比较乐观的方向来看 应该说它的最艰难的那个时刻 应该是已经过了 我们在收听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或者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烏滑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